假如我一個人存三萬一 我只要12年就可以達到一千萬 三萬一對大部分來說太難了 有些人還要付房租 對 那就不行 那我們存一萬好不好 一萬啊 好像還可以 其實我們存一萬的話 在年華報存率12%的情況下 只要20年就可以達到 哈囉 歡迎收看小資理財藍圖 我是余玲 很多人都喜歡買高股息的ETF 因為穩穩的零被動收入 也是一種小缺幸 不過呢 有達人卻專挑配的很少 或是根本不配息的ETF 像是00916搭配00757來存 讓他的年華報酬呢 有超過五成 歡迎華倫老師 嗨 余玲好 大家好 歡迎你 老師 我們都知道 你從一個流浪教師 然後拼命的存股 存到了三千萬的退休金 然後就財富自由 讓很多小資族都覺得 哇 這樣好厲害 很想要跟你一樣 不過我們也知道 存股的效果 還好像沒有那麼容易 就是看見需要時間的累積嘛 所以想要請問你 可不可以幫我們試算一下 相信大家 基本上月薪都差不多四萬塊 想要存到財富自由 需要花多少的時間 才會看到複利效果 那每個月或是每年 我們要投入多少 才是比較好的比例 對啊 其實純股 除了需要時間之外 需要驚人的毅力 對 那我當初因為是流浪教師的關係 我怕 就我們台灣很早就少紫花了 然後我們那時候代課區 有流浪教師嗎 代課區越來越少 因為學生越來越少 所以我就有那種危機感 所以我想說 我看了巴菲特 股神巴菲特的書 他告訴我說 我們買進一個股票 就擁有這個公司 那公司員工幫我們工作 所以剛剛余齡剛才說 我們希望可以領到這個股息 只要超過我們的年薪 我們就財富資格 就可以退休了 大概是這樣 但是余齡剛才說 要存到三千萬 我覺得我們現在 先不要想這麼多 我們先一千萬會不會太多 好 先一千萬 好 先一千萬 一千萬已經滿多了 對 先沒有一千萬 我們就一百萬 但是我這個表格 是以一千萬為四川標準 那如果說你要一百萬 就少一個零這樣 其實數據是差不多 一個比例而已 對 那我們台股大概其實 長久以來年化 12%的ETF或個股 其實是我們可以做到的 就是我們比不上說 我們一天漲停滿10% 我們一年的年化報酬率 可能我只要求12%這樣子 那假設你需要存到一千萬的話 那你越早開始 就是說所需要的金額越少 這樣 好 那我們就有做一個 試算的這個表格 假設以年化報酬率 12%的情況下 存到一千萬的目標 那假設我們月薪四萬嘛 好 那假設咧 我一個月只花一萬塊 嗯 對 每天不吃或 或吃一餐泡麵 不過泡麵現在很貴 假設我一個月存三萬一 我只要12年 就可以達到一千萬了 三萬一對大部分來說太難了 有些人還要不幫助 對 那就不行 那我們存一萬這樣好不好 一萬 好像還可以 我們盡量要省 就是省吃減用 越早開始存 然後金額越大 那個本金越大 我們負利累積效果越好 越快這樣 那假設我們可以存一萬 盡量 大家加油 存一萬的話 在年化報酬率12%的情況下 只要20年就可以達到 那假設我們剛剛出社會 新鮮人小資族 如果說我25歲 那你45歲就一千萬 一千萬 假設我們台股的 殖利率5% 4% 你一年就可以加薪 40萬 50萬這樣 對啊 那你說 我一個存不到 一萬怎麼辦 好 那你存一千七好不好 一千七已經是最低標準了 那35年也可以累積到一千萬 所以大家可以看這個表格 就是說 我越早開始 所需要金額越少 那我們以12%為標準 待會兒我跟大家分享說 其實我們台股很多ETF 或者個股 年化報酬率都超過12%這樣 所以說如果我 每個月4萬塊的薪水 然後剝四分之一 一萬塊出來存 基本上20年 我就可以拿到一千萬的退休金 對 那其實好像也沒有很難 但是就是蠻需要毅力的 對 因為股票來說 會漲漲跌跌啊 那有時候跌的時候 你可能會害怕啊 漲的時候忍不住想要賣掉 其實我們就定期 一個無腦投資 其實很簡單啊 只是說真的需要時間 老師那等一下要請教你 教我們怎麼樣找出這種 年化報酬12%的標的 對 在這之前呢 想要先問一個大前提 因為現在台股在高檔震盪 所以很多人就在問說 像現在這麼高檔震盪的情況 還可以存股嗎 其實現在一萬七 其實好像不是一萬七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加權指數 是已經扣掉股息的 比如說 每次台積電除息的時候說 加權指數扣掉什麼 八點 十點 那今天很多公司除息 大盤指數扣掉三十點 五十點之類的 其實我們現在的指數 早就股息都扣掉了 所以其實我們把股息加回去 現在台股是三萬五了 所以大家不要以為一萬七好不好 因為我每次 就是我十八年 二十年前開始存股 那台股四千點五千點 然後漲到七千八千 一萬一萬一 然後就很多讀者 然後有時候 有些媒體啊 就採訪我說 現在八千點這麼高了 九千點這麼高 一萬點這麼高了 還可不可以存股 那現在是一萬七這麼高 還可不可以存股 對啊 其實長期 就是好公司 就是說有護城河的公司 市占率高的公司 那些公司會越做越大 我講個簡單的例子好了 比如說全聯 全聯是股票沒有上市 全聯一家賺得多 還是三千家賺得多 一定三千家賺得多嘛 那它從一千家到三千家 需要時間 那我們所有很多公司也是一樣 就像台積電好了 以前早期在竹科 可能晶圓廠只有三座 現在可能二十座了吧 全世界 它會越做越大 其他很多公司都是一樣 加上有些定價權 有定價權能力的公司 它會調漲它的產品的售價 比如說台積電 它從三奈米到兩奈米 它的成本提高了 我漲價啊 我漲價我就可以賺更多 所以其實大部分的公司 它長期都會 獲利EPS越來越好 配息越來越高 所以股票長期 都是會慢慢上漲的 只是說過程不輕鬆 會漲漲跌跌 所以說一萬七可不可以存股 當然可以啊 如果二十年後 漲到兩三萬更高 你還是會說三萬可不可以存股 我們就存就對了 對 不然你現在不存 等你 難道等十年後二十年後再存嗎 就是說 假設你 你爸媽在你小時候幫你存股 你現在是不是很有錢 所以通常道理啊 如果你現在你的小孩 可能一兩歲你幫他存股 等他長大就很有錢 一樣的意思啦 對啊 所以我們就定期定額就可以了 對 所以現在其實是一個 存股的好時候 老師你剛剛一直講到 護城河講到巴菲特 我就給你想到 你好像跟巴菲特 叫一樣的名字耶 叫華倫巴菲 對 沒錯 因為我剛剛出第一本書的時候 我還在學校當流浪教師 可是我就不方便用我的本名 然後出版社就想說 幫我取個藝名什麼的 我說我崇拜華倫巴菲特 他說那你就叫華倫老師好了 難怪 因為我是流浪教師嘛 對對對 沒錯 是嗎 是是這樣來的 崇拜巴菲特 對對對 這樣我是本來就老師嘛 對對對 沒錯 老師那我還有看你在臉書分享 就是你有分享你去年買了兩檔ETF 其實這兩檔ETF跟大家現在普遍大家喜歡的高股息很不一樣 它是幾乎沒有配息 或者是說只配一點點 對 像916跟757嘛 你怎麼會選這兩檔呢 那這兩檔是有什麼樣的特色 又適合什麼樣的存 是的 其實我從存股一開始 其實不會很重視高股息 因為我領到股息 還是再買回去 今天你配4%5%的股息 我又買回去不是一樣嗎 所以其實沒有配息 它不會除息 沒有除息交易 它是不是股價就不會減少 你可以假裝有配息再買回去 其實一樣的意思啦 一樣的意思啦 你現在難道你領股息就把它花掉嗎 不是嘛 我們現在才20歲30歲才開始存股 我們領到股息是不是再買回去 對又不是花 又不是說我現在已經50歲 60歲70歲我要退休了 所以其實很多美國的公司都是不配息的 像我最崇拜巴菲特的波克夏 它是不配息的 它過去50幾年只有配息過一次 很早期的時候 它不配息 然後股價一直漲一直漲 它從股價從10塊 漲到像50萬美金 經過50幾年 就一直漲這樣 然後像Amazon亞馬遜也不配息 然後那個特斯拉也不配息 就很多很多美國公司都不配息 那我這檔ETF剛好就是 就是連接那個美股的這些公司 所以它就是沒有配息 因為它連接的標的是沒有配息的 所以它本身當然不會配息 那適合什麼人呢 就是說 像我們年輕的時候 比如說 像玉琳可能20歲18歲 我們現在沒有退休啊 就是說我們領到股息還是再買回去 用負利的累積 股息再存股這樣 所以說我們不需要這麼多股息 我們還有工作啊 我們還會加薪啊 所以只要我們這個生活 11住行育樂 我們的薪水都可以cover的話 那其實大部分的資金 我們是要存股的 那我們只要就是年紀稍微 比較剛出社會 其實我不建議 不建議買太多高股息 因為我待會跟大家報告 其實高股息的ETF或股票 它不太會漲 像台積電它的殖利率1%2% 可是很會漲 對不對 它很會漲 像波克蝦它不配息 亞馬遜不配息 它是不是很會漲 對 那等到漲到比如說5、60歲 或有一天我想要退休之後 我再把它換成高股息的 個股ETF 所以這個比例就是說 可能是我年輕的時候 成長的比例可能 30%、40% 那等到我快要退休的時候 可能就是高股息的 可能7、80%以上 我就是看到剛好這張00757 它就是連結美股的標的 我們直接用台幣扣款就可以了 那這個00757它成分股只有10檔 只有10檔 那我跟大家報告是哪10檔 就是這個臉書 蘋果 亞馬遜 Netflix 網飛 Google 誰不用Google對不對 Microsoft 微軟 誰不用微軟呢 Office對不對 然後NVIDIA 就是最近最有名的 AI的 輝達 特斯拉 那個電動車 AMD超圍 還有一個雪花 軟體的公司 那其中巴菲特就有有蘋果 最大持股嘛 它也有這個亞馬遜 也有雪花 對就是巴菲特也有持有這些 那我就是很喜歡這些公司 就是很大型 對我就直接買這個全世界 幾乎是最top的10檔科技股 那它是不配息的 它去年就漲了快要 今年啦今年 今年現在才7月嘛 就漲了快要80% 78% 很強耶 對很強 因為蘋果吧 剛剛拿到蘋果 蘋果今年股價也創高 創新高 輝達也是 微軟也是 又漲很多 對 所以就是它很會漲 可是不配息喔 它美國公司很多不配息的 所以股價一直漲 那你說漲沒有配息 是漲心酸的嗎 不是 就是說 你就假裝它有配息再買回去這樣 因為你沒有除息 我剛剛講過 它就股價不會減少啊 你買到高配息 股價不是一樣減回去 不是一樣的意思 那我領到股息買回去 就一樣的意思啦 因為我現在還不需要股息 當作我的生活所需 所以我讓它很會漲這樣 那另外一檔呢 另外一檔是916 916也是我很喜歡就是 因為大家喜歡純0050對不對 015是台灣的50大公司 就是之前50大 那916是全世界的50大 更厲害了 那這個916有什麼成分股 我大概跟大家報告一下 大家都耳熟能詳 你都有去那邊消費 好 蘋果啊 微軟啊 亞馬遜 Google啊 特斯拉 寶橋 PMG PMG產品就很多了喔 PMG對 VISA 大家有沒有刷卡 VISA MASTER 雀巢 然後可口可樂 百事可樂 臉書 Costco 大概一定會去Costco對不對 有 就是00916的成分股 它今年也漲了30% 對 那就一般都大者很大嘛 如果說 剛剛講 不管757或916這個 他們的創辦人或他們的董事長 他們老闆 大家覺得這些人喔 五年後 十年後 二十年後 會越來越有錢 還是越來越沒錢 當然是有錢 越來越有錢啊 像那個今年初的時候 首富是LV的創辦人 對 對 LV 對不對 他們越來越有錢耶 但是他們那個富豪榜 可能偶爾會輪流啦 像現在又變成那個特斯拉了 對 卡斯克 對 長回來 他又變首富了 他們會就像巴菲特當過首富 巴菲特大概現在是前五大 前五富豪 比爾 蓋茲這些 他們不是說現在才變這麼有錢 他們經過了可能二三十年 四十五十年他們公司的成長 他就變成首富 那我們就跟他的 就是跟他的財富一起成長 我們就投資他就好了 我是這個想法 但是這一檔的配息也很低 殖利率可能不到一% 但是比較會漲這樣 這是靠他的股價 對 所以剛剛玉琳說 這兩檔大概今年一檔漲80% 一檔漲30% 所以這兩檔就漲超過50% 對 那 老師你是去年什麼時候買進的 大概是在什麼時候 916因為是去年年底才掛牌 所以他一掛牌我就買了 掛牌的時候15塊 後來跌到13多 我就一直買一直買 對 那現在就漲到18多 然後已經除息了 那757也是去年大概 大概三幾的時候 現在漲到快60了 所以老師其實也是賺一倍嘛 757這些 對 757塊賺一倍了 對 但是我不是所有股票都這些 還有其他持續 對 因為我要生活 我等一下再來問您 對啊 我還有其他就是高股息的我也有 要做好投資組的搭配這樣 老師如果你剛剛講到說 你還有買到高股息 對 那可不可以請教 像還有哪一些ETF也是 您過去有在佈局 或是一直有在存股 存股的話 高股息我是很多個股 但是ETF的話 我可以做一個表格給大家看 好 就是說 像這個表格就是 第一個是757嘛 它過去五年 我們看最後一欄 過去五年的績效 很誇張喔 248% 248% 就是說五年前你是買進00757的話 現在已經漲了2.5倍 因為它十幾塊嘛 這樣漲到快60了對不對 那0050過去五年績效是60 11% 然後00713是元大高息低波 是51% 那群藝精選高股息最近很夯對不對 00919過去五年35% 0056大概也是熱門存股標的 0056過去五年只有31% 國泰高股息00878 過去五年也是只有31% 除了不管個股或ETF 其實股息高它都不太會漲 就大概就是30%這樣 高股息的公司 它這些個股 它可能已經比較成熟了 它比較沒有成長動力 所以它股息配很高 那追求成長ETF 它的成分股就是 配息基本上就比較低 因為公司需要資金 需要成長 台積電 蓋一個金元廠要花很多很多錢 所以它保留很多資金在公司 它就沒有配息出來 所以說如果你要高股息的話 那我剛剛講過建議就是說 我們搭配投資組合 你可能在投資組合大概 比如說五成六成 那另外四成還是比較會漲的 的ETF或個股 那高股息的話就是大概都是 就是你用到報酬率大概都30%左右 對 那我們就是做好投資組的搭配 假設我們很喜歡領股息的感覺 你就選擇大概 我是建議說大概五成六成 那至少三四成要那種 比較會標的那種 那種ETF或個股 然後過了五年十 八年十年以後 它漲很多 你再換成高股息的 這樣到時候股息領更多這樣 老師我們剛剛有講到這麼多高股息的 你建議挑哪一檔還是哪一些比較好 建議挑 像919最近也蠻夯的 對 你怎麼看 對啊就是我剛剛講說 就是做好投資組合 那像剛剛那個表格嘛 就是有高股息的ETF 大概五年的年化報酬率大概都30% 所以基本上哪一檔你覺得都可以 對其實都其實應該都差不多 那我這邊特別要講就是00713 它比較厲害 713嗎 對它是元大高息低波 因為它過去五年的技巧是51% 這個市場上比較少人在討論 就是說大家比較喜歡熱門的 熱門的ETF或個股 但是它不見得是報酬率最高的 對啊像這個00713它 它叫高息低波 所謂低波是說它股價波動比較小 像我知道有些投資人 對於那種股價波動比較大成長股 或ETF可能會害怕 可能怎麼漲這麼多跌這麼多 像台積電好了 台積電它過去兩年漲到680 又跌到370 還滿可怕 現在又快漲回600了波動很大 像我去年投資 投資長寶亞也是 寶亞本來600 後來因為疫情的關係它跌到200多 現在又漲回快600了波動很大 那一般投資人可能對於這種高波動的 可能就好像覺得很可怕 那事實上你就用投資組來那個分配啦 就是說那像這個713它是波動比較小的 的那個ETF 對所以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那至於說剛剛余玲說 919啊或是說0056 00878這種比較熱門的ETF 它的年化報酬率大概就30幾%左右 五年大概就30幾% 所以其實應該是都可以 其實重點是要有耐心 你做好你的投資組合 不管你要選幾檔ETF或者股票 你就堅定的存下去 你不要說今天A股票或AETF漲了 你就把B股票或BETF賣掉買A 然後一直換來換去增加摩擦成本 因為手續費跟增交稅也不少 所以重點是其實不是說哪一檔 我是覺得說重點是你要真的耐心去存下去 你只要選擇好這個標定 你就一直存下去就對了 其實選一檔你喜歡的就是拼命的存 就不要拿出來也不要換股 大概配置的比例大概是六成吧 如果你喜歡 因為四成都放成長股 就這個意思 對但是如果說你現在已經80歲了或70歲了 我不用會長 我現在已經身價已經1億了 我要賺到10億嗎 不用啊 所以我現在已經 比如說50歲60歲 我退銷環游世界 我就需要股息了 到時候我們再把它轉換 整高股息 對啊 老師我們就想要問 現在市面上還有另外一檔也是蠻夯的 其實00929 它是唯一一檔 現在唯一一檔月配型 那像這樣的ETF你用怎麼看 其實跟我剛剛講那個原則是差不多 因為它剛掛牌沒有過去的績效 那就是大概 但我根據我的觀察 就是月配啊 季配 然後股息比較高的 它的成分股一定是 比較不會成長的 它才能配出這麼多高股息 所以我其實 不管929 919878 還是剛剛講713 就是只要有高股息 其實成長率就是 我覺得 我統計其他的報酬率 其實都差不多 就是比銀行好很多啦 所以還是要存就對了 那如果你喜歡每個月領到 因為配息它股價會減少嘛 我剛剛講過是一樣的意思 那如果說你喜歡每個月 看到有錢進到戶頭 我覺得也可以啊 就是分散 你不要說 我全部都選這一檔 因為像剛剛講到929這一檔 他好像前幾天公佈它 除息 好像配許率有 8% 對 然後大家都 哇好開心 大家都瘋狂想要去 搶進這一檔 那現在配那麼多 會不會以後有可能配不出來 對啊 你看 比如說像那個 過去兩年好了 陽明 萬海 長榮 還有那個做口罩 那檔恆大 恆大那年 就是過去兩年 我們疫情最可怕的時候 散機警線的時候 然後每個人都規定 要戴口罩的時候 那時候他股價長兩百多 然後賺一片 跌子很高超高的 然後後來跌到一百的時候 他配息十二塊 不是十二趴 可是現在跌到二十幾 對啊 對啊 對 有些景氣循環股就是說 他的殖利率好像很高 可是他是 就是他獲利是不穩定的 就是我希望說 因為獲利是穩定 因為他才剛剛掛牌嘛 那也沒有過去的紀錄可以看 對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 就是 因為不可能羞恨 全部買這一檔嘛 對 有興趣我們就先佈局 到時候再觀察這樣 對 對 沒錯 就先佈局然後觀察 對 老師那接下來想要問 因為我們知道 你除了很擅長ETM 你其實也很 最一開始最起家之名的 都是生活懸股 對 對 那生活懸股我看你也買了 蠻多食品股 生活股的一些的 對 會不會跟我們分享一些 你的懸股指標 對啊 因為 其實我一開始出社會的時候 也是亂買股票 那股票就賠很多 那後來我發現 我問題在哪裡咧 就是 我可能買到一些 我不懂的股票 那後來我就看了巴菲特 彼得林區這些投資大師的書 那他是教我說 你要買那種生活的 就是 你我們看得到的 讓我們懂的公司這樣 所以後來我18年前開始存股 我就是先從那個我們日常生活 周遭環境 我們看到哪個產品 哪家商店生意好 我就買他的股票 所以一開始是這樣子 那像您個人咧 對啊 那我的指標就是 大概市占率要很高 市占率可能要 可能二三十%以上 市占率喔 對 而且就是比如說 比如說這個產品 它的市占率大概是三十%以上 那像我最早 最早挑 有挑兩檔股票 一檔股票 是中華史 其實大家讀者大家都知道 4205我已經放很久 放18年了 它過去18年 大概賺了大概快二十倍 加上配股配息賺了快二十倍 是哪一檔 4205 它是賣中華豆腐的 中華豆腐 中華豆腐 對然後我去餐廳吃飯 看到很多用大臣沙油 然後美食加沙油 這家公司叫大統一 一二三二 它過去18年大概也漲了快二十倍 這也是老師存股標的 對 就是一開始我就是存這些 對 那它市場率都很高 像大統一這家公司 它的市場率大概六成七成 中華市也是一樣 就是你去 幾乎快壟斷 對就是你去賣場 全聯 大飯八糟糕 你看到中華豆腐會最多 那如果你去外面餐廳用餐 你其實可以去問 不然去瓦城 還去想 想石天堂 你問那個廚師 他們在炒菜 對在炸下 你就問他說 你們是什麼油 他會跟你說美食家或大成 對其實大部分都是那個大統一生產的 那除了這種市場率 還要看其他的指標嗎 就是過去五年八年要 獲利要穩定 配息要穩定 你不能說像以前 比如說太陽能公司 面板公司 或說以前網路泡沫這些 像前來很夯的 元宇宙公司 其實公司都沒有賺錢 元宇宙金鳥 就是這兩年就跌回去了 那前兩年很夯啊 就長很多 然後就跌回去了 就是他只有一個題材 那不行 我要看他過去五年EPS 就是要一直穩健成長的 然後不可以說是 一下好一下不好 老師所以你的生活選股 就是找那種 日常生活中 我們看得到用得到 或是吃得到 然後接下來要去查 他的市占率嘛 至少要超過三成以上 接下來就是他的EPS 近五年的EPS 都要穩定成長 對 穩定 至少最低標準是穩定 不可以說像這個表格 C公司 就一下賺五六塊 一下賺一塊 甚至虧損這樣 至少像A公司跟B公司 要穩定 A是會成長 然後B是穩定這樣 那C公司 如果我看他過去紀錄是 不穩定 比如說我看 航運股或者口罩股 他或過去五年是不穩定的 那我就不能存股 他股價可能就是 可能下去就回不來了 所以C公司 比如就像過去 疫情很夯的那一種 突然起來有沒有 對 防疫 對 防疫這些 口罩 或者像很多 景氣循環股 可能像面板股也算 那像A跟B 是哪一種產業的類型 那如果是A公司 有沒有哪個方向 族群 A公司大部分都成長股比較多 對 他配期會比較少 是科技股嗎還是 都有 各產業都有 各產業都有 對 像757就是 台積電也是 757跟台積電 對 最後一題就是大家最想問老師 老師今年或是近期 有沒有佈局 或是看好哪一些個股 就是你的存股名單 可以跟大家分享 對 其實我早期就是買那個中華石 大統一 普風 普風就是 我們去Seven 或是去Costco 就很多普風的產品 那時候我們看得到 而且獲利都很好 肌肉 對 那大家都知道 那我去年有增加兩檔股票 就是疫情的時候 疫情的時候 那三級警戒啊 外面我們都 我們都主動封城這樣 那我們大家都 都逐步出谷 所以像那時候 有一家叫大學眼科 就沒有生意了 有一家叫寶雅 大家都知道 女生應該很愛逛寶雅 結果就沒有人了 他的股價就跌很多 寶雅大概從600 跌到200多 然後大學工也從400多 跌到200多 然後那時候 我就一直買一直買 那有很大的勇氣耶 沒有 可是我知道 疫情一定會結束啊 對 我不可能說 永遠不出門啊 對啊 所以這個就是 簡單的工資 而且我們現在眼鏡又不好 那個近視又 就是不管近視啊 要雷射啊 白內障啊 換水晶體什麼的 然後3C又這麼多 所以 所以他的市占率又高 那去年因為警戒 所以3C警戒 所以就大家都不出門 可是 可是不可能啊 你老花 近視老花就去治療嘛 對不對 那寶雅也是啊 你不可能不 就是我們戴口罩的時候 可能不需要化妝 可是我們當不戴口罩的時候 我們女生 像余林這種網美 就會去 買很多彩妝用品 那寶雅生意就會好 整一條眼影 對 所以他那時候一直跌 我就一直買 那現在都長 一個大學工200多 長到400多了 寶雅更誇張 200多長到快600了 對 這兩檔也是我最近 就是去年新加入的股票 那可是現在漲比較多了啦 那就先不要推薦好了 就是如果定期定額沒差 就目前為止 應該兩家公司還繼續展店嘛 寶雅繼續展店 大學院課也繼續展店這樣 所以他獲利應該會越來越好 可是因為漲太多了 所以說先不要講 那我們講先 我們講就是 因為余林叫我推薦 我實在是 就是不太方便推薦 分享 我們不用推薦 分享看好的 分享那我就 稍微提一下 就是大家參考一下 好 不是報名牌啦 參考一下 那第一個就是台積電 大家都 台積電 對 我們台灣的護國神山 我們台灣人不買 就是應該是說不過去 我們就定期定額 我們跟那個張周某董事長 跟魏哲嘉 劉哲英CEO 我們跟他們財富一起成長這樣子 他金元代工那個市占率很高啊 那個大概六成了 然後那個先進製成 那個大概九成了 全市占率九成了 比我剛剛的標準 三成高很多很多 對 只是說它是低值率 但是它比較會漲 那我是建議說 這一檔一定要啦 我們台灣人在驕傲 所以定期定額這樣 台積電 那這個是低值率的 那另外就是剛剛講 00757跟00916 也是低值率率的 或者零值率率的成長股 那這三檔的配息會比較少一點 那大家就可能調整一下 投資組合 那定期定額就是比較方便啦 我們平常上班也是很難看盤 就是沒有 比較沒有時間看盤 那另外三檔推薦就是 不是推薦 分享 對 大家參考 不是推薦喔 分享一下 我現在有的股票啦 那值利率比較高 然後股價波動比較不會大 就是慢慢 它不會像台積電 寶雅大水光波動這麼大 一檔是德賣 德賣它也是死平股 就是台灣滲透率大概90% 所以我們去外面吃麵包蛋糕 或者去餐廳吃Buffet 最後不是有甜點嗎 都是它的原料 所以市值在率很高喔 那它配息還配蠻高的 EPS很高 它的股價也蠻穩定的 那它高值利率的穩定的股票 另外一檔昆鼎6803 它是做廢棄物處理跟電力 它收廢棄物 然後焚化發電這樣 然後還有做資源回收 配息也很高 然後上禮拜才剛除完息 所以已經 大家今年要買的話 出息已經過了 它上禮拜再配13.51 還配蠻高的 對 高值利率的 很穩定的股票 對 那第三個是104人力銀行 它也配13塊喔 104喔 對 它也配13塊 值利率快5% 6%喔 那時候還沒有漲起來的時候 大概6%快7%去了 最近是有漲一點起來 它股價也是不太會動 那為什麼104人力銀行 就是我會持有呢 因為現在 就我們台灣缺工很嚴重 大家都找不到 找不到 很多企業公司都找不到人 所以它勢必就一直在 104人力銀行刊登廣告 那刊登廣告就要付費 對啊 所以它的公司的獲利很好 因為缺工少子化的關係 這二十六一檔 剛剛講 就是剛剛有講過 00713 它是那個過去五年的報酬率 50%的高股息的ETF 就是比其他高股息還要高 它就是這個 算穩健然後高值 所以我現在高值率 我分享四檔嘛 就是德賣昆底104跟713 那成長股就是三檔 2330台積電 跟757跟916這樣 對 給大家參考 謝謝老師今天跟我們分享這麼多喔 老師其實也有佈局一些成長股 還有一些配息高股息的股票 然後是這樣做搭配的 然後如果小資族想要快一點的財富自由 記得要一定要有紀律 例如說你有四萬塊的薪水 每個月只要存一萬 二十年 然後穩穩下來就可以存到一千萬 所以是一個要守紀律有恆心的一件事情 那如果喜歡我們頻道 記得要幫我按讚訂閱 還有開啟小鈴鐺 才可以掌握最新資訊喔 最後老師有沒有拿一句話 想跟大家分享 對啊 就是要有耐心 要有紀律 剛剛余玲說 那個你每個月存一萬塊 二十年就可以存到一千萬 對 當然你也可以每個月存三萬 十二年就存到一千萬 就是更快 大家對 要盡量趁年輕 盡早開始存股 然後靠時間累積 不管怎麼樣都要靠時間 沒有十年十五年是跑不掉的 不能放棄 對 不能放棄 要堅持下去 好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掰掰